同心協力把不堪使用的洗衣機抬出來 还有大包小包的垃圾也都拿出屋外 志工带走新近同仁 一起为照顾户进行居家打扫 即使弄脏衣服也不在乎 为的就是让照顾户有一个舒适的居家环境 因为它的冰箱也坏掉 刚才就是里面东西都恶臭 我们也给它添具了一层一个冰箱 还有洗衣机电风扇 那么我们再来就会希望 屋顶的部分漏雨会我们给它修散 整理后的房子焕然一新 医护人员也为老夫妻修剪头发 让他们的夏天能过得更加清爽 第一次走进照顾户的家里 第一次当志工感受特别深刻 因为之前都是在池记上面 都是在电视上看到 家庭是这个样子 可是没有到现场来 这是第一次到现场来 发现跟我在电视上看到 有非常大的落差 离开之前也没忘了关心 他们的健康情形 居家关怀 健康知福 未来不只要在医疗专业上 发挥良能 还要把善念延续下去 大约新闻真上美志工蔡素美 华联报导 19年前的